歡迎回來台語報萬書 今天一個單元是台語講天文 要帶大家來看 雙燒驗室改動實驗 這個實驗非常重要 是為了保護地球 為了組織一些 尖載圍夾燒驗室來弄地球 美國太空中室 就特別用飛行器去弄燒驗室 要來改變燒驗室的規模 既然時間給予天文學家蔡安利副博士請說 大家好我是蔡安利 我們頂邊是否講到 這個尖載威脅驗室 和這個NASA做的實驗 我們今天就要來講這個NASA做的實驗 這個尖載威脅驗室是什麼呢 就是這裡有一些室驗室 因為他們生的太陽的規模 跟我們地球的高齊 跟我們相互 所以說他們其實是有可能會去影響到我們的地球 的確是說他們可能會去弄到我們的地球 像我們之前地球時會發生過這種 心目大滅絕的事項 像這個強量他們在地球滅絕 這個可能就是跟尖載威脅到我們的地球有關係 所以客家就想要了解說 如果想要保護地球 不要讓這種尖載威脅到 我們有辦法用一些實驗來 了解說我們要安裝來保護我們的地球 所以NASA他做這個實驗叫做 相秀驗室改度實驗 他們上這個太空巡去弄 這個相秀驗室裡面的比較小顆的 這個比較小顆的 這個差不多多大 他差不多是一百七十公尺 所以你如果看這支鴨瓶的 其實開始的時候 他先背過這個比較大顆的小鹹瓶 然後再去弄這個比較小顆的小鹹瓶 你看鴨瓶的時候 然後他就停在這個小鹹瓶的圍面 主要就是因為他又接下來就撞起來了 所以撞起來鴨瓶就結束了 不過是這個雖然說鴨瓶結束了 不過我們在地球面上要做的關切 才剛開始 接下來這個科學家就是要關切說 這個弄之後呢 到底這個小鹹瓶的幾度有改變嗎 還是怎樣改變 所以這接下來就是我們 接下來這個科學家要了解的部分 如果我們有辦法 就因為這個小鹹瓶去改變小鹹瓶的幾度 這樣我們就有可能用這個方釋 來救我們的地球 所以當然結果 這個結果算是成功 這個小鹹瓶是有成功的 所以這個NASA就了解說 我們如果未來有機會 尋到這種可能會對我們的地球 影響這些小鹹瓶 我們也有可能就是 送太公尊去改變他們的幾度 讓他們離開我們的地球 附近這樣我們就不會影響到 好這樣我們今天要介紹 這個NASA的 這個小鹹瓶 7階道事件就介紹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